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一些數字 就是證監會最近公佈的數字 是關於一些資產和財富管理的調查結果 他講回今時今日和上年底 上年年底的資產規模的變化 資產和財富管理今年是比上年底升了兩成一 有34萬9千多億港幣 現在在香港正在管理 資金淨流入是2萬多億元 升了22% 從業園的變化不多 但是你看得到一堆東西包括有些信息 又多了17% 就是說國安法成立之後 並沒有出現一些大的家族 或者是一些資金外圖 反而令到香港就變得更加穩定 就更加多資金是願意拍下來香港 因為香港始終的機會是多 現在在中美貿易戰或者是很多中概股 現在不去考慮在美國上市的時候 在境外上市的地方唯一就是在香港 在香港要去認購這些股票的時候 就要在香港成立一些資產管理的公司 去打新或者是做一些信息 去在香港落戶 還有就是香港有一個叫做 Limited partnership fund 有限的基金 就是可以取代開曼 還有群島的基金 在香港成立 因為他們不想看到外國的 看到他整個基金的架構 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選擇在香港做 令到大家的想像不一樣 即是以為很多國安法之後會走 但是我們一向都是說的 即是用數據去說話 就不要單憑自己的想像 就實施了這裏就會很多人走 香港又會死 那這些數字是告訴大家 香港是死的還是繼續生存 比以前的增長好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那最近我也都見到一個朋友 他非常之稱之取向都很厲害 那見到外國的新聞 一說內地不好就周圍投資 那現在國安法成立了之後 他就不敢再說話 那見到他之後 反而覺得他有一點點抑鬱症 因為他又不可以宣洩 又要離開香港 那我覺得是一個挺悲哀的一件事 今天想說的國安法 對資產管理的影響就到這裏了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